大家好 欢迎收看泼木木为货为您带来的Pokemon Go Battle 最近更新的是比较慢 自然是太忙了 Working from home 又有两个孩子在家 一个要学习 一个要看着 现在托儿所 学校都把责任全部退回给我们家长了 以前工作的时候工作间隙还可以跟同事们谈 砍天缩地放松一下 现在工作间隙就得去看我 因为我老婆要带着老大学习 老二本来就在我工作的时候吵啊吵的 所以只要有间隙就得看着他 所以我在Pokemon Go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我很有可能爬不到Rank 10了 现在我现在是2870多分 昨天我有机会打了25场 不容易 但这25场也只让我升了4分而已 就是说如果你的Edge比较少的话 就是说你大概是只比平均水平高一点点的话 那你需要打很多很多场才能把分数爬上去 但我现在昨天打25场的相当于极限了 平均每天能打个10场就不错了 所以很有可能我还差100多分是爬不到这个Rank 10了 好 我这里试验的阵容有好多 是吧 我先想用一下我的这个Darkrai 就是这个排在最后的那个家伙 我很幸运的得到了一个handle 但我感觉打块不是特别好用 虽然他打起源的Gertine很好用 打另外一个Gertine也是可以的 但是总体来说太脆了 然后他的两个大招都是很厉害的 但是在没盾的情况下很爽 但对方如果有盾的话 挡住你的大招 你的小招又造不成什么伤害 而别人的小招很有可能就把你打死了 尤其是那个Darkrai 好 所以说我用Darkrai 还没有取得过四胜一副这样 或者五胜零副的成绩 最好是三胜两副 好 我这个阵容里面除了Miao Mantle 另外两个都是怕Tochikis 所以我一上来Miao Mantle破年 Tochikis是非常不错的 好 这时候他换上我必须换 结果他换上了Darkrai Darkrai 那这样的话我就头疼了 是吧 如果不是这样的阵容 我可以Stay 但是我现在是不能Stay 因为我必须要留着我的Miao Mantle 对付他的Tochikis 是吧 所以我现在就破他一个顿 然后再换上我的Darkrai Darkrai 在两顿对一顿 对这个Dilgar的时候 还需要骗顿才能赢 是吧 多么的悲剧啊 我必须要骗出 用Darkrai Darkrai 骗出他的最后一个顿 然后才能Focus Blast他 我这个血量是放不出两个Focus Blast的 可见这个Darkrai是多么的脆弱 好 很幸运我骗到了他这个顿 那我下面再挡住他这个Iron Head 就可以用Focus Blast高死他了 而且还是非常悬的 大家看我Focus Blast 在我身上攒不到多少能量 这一天是一个枪就死了 是吧 他只攒了6的能量 好 那我的这个 呃 我的这个Mail Manor 来给他一个Rug Slide 是吧 打他打伤一下 但是你应该是打不死 那我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因为他换了之后 我不管怎么说 一定要换上我的这个奇缘Jeritina 然后奇缘Jeritina对这个 这个西流王呢 虽然能打赢 但是剩的血不多 不过剩的血不多是个好事 这样说明他的Torge Kiss 在我身上又恰记不了多少能量 他那个Torge Kiss 如果聪明的话 应该尽量把我的血量留得多一点 当然也不能留得太多 所以万一留太多 给我放出一个Shadow Ball 他就麻烦了 他最好是把我留的血量 然后两三个Charm能够打死 然后他这个 最好是UnderCharm一下 当然他即使UnderCharm 我可以晚点放 我这里就故意晚放这个Shadow Ball 让我的血量尽量少一点 要赢 只留一点血 让他只能一个Charm 在我身上只能攒一个Charm能量 他现在他到底攒了多少能量 咱也心里也没底 他如果一个Flame Thrower 攒夹了是可以把我搞死的 但是好在Milmantle攒的那种速度 还是快越他 我不知道他现在多少能量 反正我的Rox先放连滚带爬 非常惊险地取得了这场对决的胜利 这场对决可以看到我这个阵容实际上有点脆弱 是吧 一个是对Torchikis的脆弱 因为只有Milmantle一个 然后碰见了即使抓住了Torchikis 他的Delga Torchikis如果都在他队伍里的话 我的Milmantle很有可能会过劳死 因为我剩下两个起源的Geratina也好 Darkra也好 对付这个Delga 对付Torchikis 都是比较吃力的 都要依靠我的Milmantle 好 总之这个Delga我试了很多场 所以很难取得四身以上的成绩 所以后来我现在只能先放一边了 因为现在趴分 真的是最重要的 好 看这场的阵容 我用上我的Mamoswine Mamoswine的招数是 那个地属性的Boodle 还有那个Avalanche 然后我就用了Torchikis 跟Delga 这个试水一下 看看发挥如何 跳过门 好 Delga 我直接撞上Delga Mamoswine 对Delga的话 你的这个Boodle 是可以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他的Inhide打里 也是SUPER EFFECTIVE 而且放的比里的 Doodle还要快一些 好 这里 他好像overcharge了一下 他早知道他overcharge 我就先放 然后就不用耗我的一个盾了 好 我这里还是跟他各用一个盾 是吧 我用了盾 他估计也要用盾 然后他用了这个盾之后 我很可能就放不出我的步骤 挺多放一个Avalanche 好 所以我决定是放了之后 直接换人 换的还有点慢 应该换了我的Torchikis 因为他只有一个盾的话 应该是搞不死我的Torchikis 咱们应该挡了之后 应该是能够把它呛 呛不是他有一个能够 是因为他的血量的问题 是吧 如果他满血 他应该是可以放两个Inhide 这个血应该是放不出两个Inhide 所以当然我也是不可能 直接把它呛不上了 赶紧 把他用A型POWER给干掉 虽然A型POWER被削弱了 但是搭死这个DELKA还是可以的 好 结果他也是Torchikis 说明他的自动里面没有带 我们对付Torchikis Mail Mando什么的 他最后一个很有可能就是Jerry Tina了 好 我这里放出了一个A型POWER 可以逼住他一个盾 但是呢 他还是有能量的 是吧 咱们虽然 这个 咱们虽然 这个 他只剩这一个 血量也不多了 但他还有一个A型POWER 或者FLAMESOWER 是吧 这样的话 还是有点头疼的 我这里最好是用DELKA 那个Mail Monsway出来 然后 咦 在这里他换人了 他换上的是Jerry Tina 好 Mail Monsway给他一个AVERLUNGE 然后再用DELKA 把它给喷死 争取他的放出 一个下落波来 就可以了 这个AVERLUNGE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加油啊 DELKA 喷喷喷喷喷 喷喷喷喷喷喷 结果他一个空穴还放出了一个下落波 这是我的DELKA 已经是加强版的Best Body DELKA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AVERLUNGE 加这个Best Body DELKA 都不能阻止这个起源Jerry Tina 放出一个下落波可见 这场之后 我对这个Mail Monsway的这个能力 是非常怀疑的 他这个AVERLUNGE 虽然很强大 但是确实在MASTERLIG不够强大 最后就差这么一点点 如果我能够在下落波之前把Jerry Tina给喷死 这把就赢了 所以这把之后我对MAMOSY是很失望的 后来又继续用了一下 也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战绩 大概是两胜三负 所以也从来说还是不太满意 最后我只能重回我一开始的阵容了 我记得当年十胜0负还投了稿的 我就是用了这个阵容 是WATER状态的Jerry Tina 加我的Snow Nex 再加上我的DELKA 这个阵容的麻烦就是没有能够对付稳吃Mail Manto的 但是Snow Nex跟Jerry Tina勉强可以打Mail Manto 也不是那么怕 当然最可怕是没有能够稳吃DELKA的 但是为什么这里用WATER的Jerry Tina不用全状态了 就是因为WATER的如果碰见了DELKA手帕 咱们上次King IV的录像里面也看到 我每次都是先放一个DRAGON CROW 然后再换上我的DELKA 然后喷它就完了 是吧 好 这里也来了 果然碰上DELKA 大家知道我应该是 我是怎么个打法了 它是一个Best Body的DELKA 这是WATER的好处是它比较硬 在DRAGON BRIDES下面不像起源吊血那么快 然后它的DRAGON CROW 35能量放的比较快 那个起源的现在是 Armys Wind都要45能量了 而且还威力奇小 是吧 好 这个给了一个DRAGON CROW之后 再换上我的DELKA 然后跟它喷 它攒了很多能量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它换上它的 Jeritina 它这个Jeritina是DRAGON BRIDES的Jeritina 它也没有对付DELKA的HARD COUNTER 是吧 它只能让它的Jeritina上 这种情况下 那咱们直接两个安亥的 咱们攒一个盾出来 是吧 这个 攒一个盾出来跟你干 它的DRAGON CROW造成多少血 咱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不过它是DRAGON BRIDES 能不能阻止我再放一个 这个安亥的 诶 我这个DELKA没有让我死亡 是吧 最后一四血的时候 又放出了一个安亥的 好 这样 蹦的一下 它居然在 它居然在 它的Jeritina身上投资了两个盾 这个不知道为啥 当然 我看的是多两个盾 实际上我只多一个盾 因为它那个DELKA是有能量的 咱们是记得很清楚的 是吧 好 Stonex主要是为了抓 起源的Jeritina 这个Orchard的Jeritina 还是DRAGON BRIDES 我的Stonex对它没有明显的优势 我好在它已经被我的DELKA打的半死不活了 咱应该用我们的大舌头填 填填 就可以让它遇心遇死 直接超度它了 但它一能打掉了我50%的血 但是我也有着能量 它是一个没有能量的 好 它肯定是要用Ionhide打我 然后咱肯定是要挡 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后争取一个Earthquake 把它给亏个死 好 它放了 来了一个凯欧鬼 那这样的话 那咱们估计只能保立实战之后 然后换上咱们的Jeritina 好 咱们这个Jeritina 它的DELGA已经没有盾了 是吧 所以说即使它换上它的DELGA 咱也应该是用DRAGON CLAW 可以搞死它 但我们要防着它 凯欧鬼的Blizzard 好像一个DRAGON CLAW 它换人了 然后它血量不多了 是吧 它两个Ionhide 咱们有两个盾 都是能够挡住的 即使你有能量 但是在我两个盾面前 也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DRAGON CLAW 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又是Ultra的Jeritina 强于起源状态好 它毕竟招放得快 你看对方这个血量 尽早的放出你的打招 尽早的取得优势 然后对方基本上积极了 它这个肯定 肯定不是Blizzard 但是我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挡了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胜拳在握了 没必要牺牲我的这个Jeritina 而且我一个DRAGON CLAW 加上一个暴力似弹 它就死了 然后那个Snowlex 还有能量的 好 铁发 同样看到了 为什么用这样的阵容配置 主要是Ultra的 碰见了Delga的时候 你是可以反抗一下的 但起源的话 你要等着你放一个 这个Shadow Ball 等着黄泰都凉了 然后呢 如果你放Alms Wind 它不挡 你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然后你要换人 即使得到了BUFF提升 你换人也就去了 对吧 这个Ultra的话 你放个Jeritina 再丢出你的Delga 是可以一打的 当然我的幸运在对方的字幕 也有问题 跟我一样的问题 没办法对付Delga 只能以Delga对Delga 是吧 所以我扔出Delga之后 它只能扔出它的起源的 它的Ultra的Jeritina 所以打的比较被动 好 今天GBL Master 立刻录像先放 这三折 我还在艰苦的爬分 现在是2870多 今天晚上打市场争取 在我上深一点 当然往下掉也是有可能的 我现在已经越来越没有太大的自信了 感觉这个分数断的 人的水平跟我差不多 我即使平均能够比大家平均水平高那么一点点 也需要大量的战斗 才能把我的分数拉到3000分 是吧 目前来看 除非我运气爆棚 打出好多5比0 4比1 否则的话 应该是5万进入3000分 打关了 当然也无所谓了 毕竟客观条件在这里 这也是没有办法 能不可力填 好 最后给大家放几折远征杯的录像 这远征杯 现在我 我参加的Tournament 我都没有 那个选择影响我的积分 是吧 10倍影响积分的 应该明天有一个 我会把它选中 但是同样的 因为时间问题 我在远征杯上花的时间 基础上已经 越来越不行了 所以现在每个Tournament 反正时间到了 我就打 临时看看阵容 也不做多余的准备了 实在没时间了 不管打成什么样 就是你练习 这个比赛就相当于练习了 然后如果10倍积分的没打好 就没打好吧 反正已经A死了 Elite咱也不指望了 我觉得这个GBL 现在越来越serious了 现在GBL的排名榜 也出来了 这样子的大部分大佬 都是非常认真的打GBL 都是越来越多的大佬 要把时间和注意力 转移到GBL上 如果下一个season GBL也开始像远征杯 或者是什么别的杯 这样搞的一些主题 就限制一些Pokemon的使用的话 那就更加没有必要打这些杯了 我估计就要百分之百的转型到GBL上了 目前来看是有这个趋势的 是有这个趋势的 在这个趋势发生之前 咱们还是看看远征杯 毕竟远征被限制了宠物之后 只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否则老是那几个宠 大家看了这个Mars League 我想试一下什么Delkai Memorswine 马上就反噬 你只能老老实实的用那几个 比较厉害的Pokemon 否则你的分数肯定会受到影响的 好 这里我这个阵容是 用券选择的第一代 选择的是Venusar 第二代是Ashimaru 第三代是Atario 第四代是Bronzo 然后第五代是Arola的Merox 然后这个Wildcard 他都是选择我们的电鱼 Stand Fisk 好 我的对手 他是比较正规的 Hyperlo Hyperlo也在我另外的阵容里用过 然后他有两个缸 两个缸 我的Atario估计比较难混 然后他炒选择是Magalian 好 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三场 我的自动是Merox Sofar Bronzo 和电鱼 在后面 因为是第三场 所以把电鱼拿出来了 前两场我的Bronzo表现亮眼 因为他的自动力没有Hard counter 尤其是第二场 咱手发不力 扔出Bronzo 直接把局面给搬了回来 好 这一场我们还是一样 如果手发不力 咱还是扔Bronzo 这个电鱼是为了防他 扔出他的Ashimaru 我没有什么Hard counter在这里 因为我不太敢带我的那个草 玩了啥 好 这波Sofar 不力 是吧 不用说 直接扔出Bronzo 他没有Hard counter 他决定Stay in 也是可以的 因为Ashimaru Stay in 是可以把我给喷死 如果他能骗准成功的话 好 不管怎么说 咱们先给他一个Side Shock 是吧 双的一下 还是可以打不少血 看他已经一半血没了 Bronzo还是很猛的 他打过一般是挡的 因为我发现这个妹妹或者大妈 喜欢放威力比较大的招数 对吧 这个Hydra pump 咱们肯定挡了 然后他再多一顿的情况下 扔出他的Maggallion 是吧 好 不要紧 我很喜欢他扔出Maggallion 这样我的Bronzo 只要把他的血打下去 然后我的这个Mail Rock 就可以在他身上掐起能量了 好 他用了一个盾 我是很高兴的 实际上他是没有必要 Maggallion还是比较刚的 对吧 好 同样的 这里我觉得他用Earthquake 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妹妹喜欢用高能量招数 结果终于他在第三场学习了 骗了我一个 那我那个去 好 那这里再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塞效果 是吧 看看他会不会挡 他如果挡还是可以的 好 他这里我可以换 但我也不太敢换 因为我电鱼肯定不能换 我他现在Earthquake也要好了 是吧 我这个 我那个Mail Rock 也是吃不下这个Earthquake 还不如让他用Earthquake 打我的这个 这个Mail Gallion 打我的这个Bronzons 放 好 我这里Mail Rock 再把它给烧死 然后他换人了 但这时候他换人已经 too late 大家都已经没有炖了 我的Shadow Ball又好了 这时候换人就是找死 不知道为啥 但是他的Mail Gallion 实际上是有能量的 大家不要忘记了 所以说咱们还是得当心 好 他的Atara来了 我这里攒了一定能量之后 换了我的电鱼 是吧 电鱼打Atara实际上是打不赢的 打不赢的 然后呢 他这个Atara带的不是Dragon 是带着Dazzling Gleam 可能用来打很黑的 因为电鱼啊 你别看他不起眼 他有电属性是克制Sky Attack 虽然这个妹妹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他应该用他另外一个大招 但是因为他带着Dazzling Gleam 可能效率也不是特别高 但Sky Attack 绝对是被我克制的 大家也看见了 是吧 好 我的弟子恰恰还可以打他一下 然后对他造成一定的伤害 然后看他会不会把他的Mail Gallion 换出来了 他Mail Gallion是有能量的 是吧 好 这个 这个弟子恰恰给他一下 然后他过来换出他的Mail Gallion 然后放出他的能量 将我的电鱼给打死 这都无所谓了 打死之后 一个没有 Mail Gallion 没有能量的Mail Gallion 又会变成我的一丝能量 然后我这个血量的Mail Rock 是可以吃下一个Sky Attack 你看他这个Sky Attack 是打不死我 只要打不死我 我这一个下的路 就可以让他拜拜了 好 这个3比0 过这个D轮 当然这个D轮的美眉 并不是特别强了 然后他也是跟我说 他恨死我的Bronzen了 希望我这个Bronzen Burn to the hell 这都是开玩笑的 这么 因为他的阵容里 没有严格克制Bronzen 所以使得我的Bronzen 一扔出来 都可以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 当然这是D轮了 后面会越来越Tough 是吧 好 这是我另外一个Turney的六人组 这里我用了那个Sandy Ford 这些Cherry 它的好处是 这个Wearable 这个新增的恰吉姆 非常好用 打那个钢 可以打水也是可以 不用说 打草 打别的草 那也是很有威胁的 但它的坏处就是打水的时候 尤其是打Mario的时候 那个Solar Beam需要的时间太长 他需要一个低稍微低能耗一点的草息技能就好了 Solar Beam要80能量 实在是 如果被Ars Mario挡了一下 就太伤了 而且Ars Mario又有S病 能够对他造成伤害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纠结 这个Turney也是拿着压力的手 然后它的好处是 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switch in 因为它在有能量优势的时候 是可以反悔好多不利的对局的 当然如果有几个Hard Counter是不怕他的 如果对方没有带着几个Hard Counter的话 它是一个很好的switch in 但是同样 它switch in碰到对方不怕火的敌人的时候 也需要Solar Beam 民众 你要骗到对方的盾才行 这也是一个头疼的一个事情 如果不骗盾 光靠Solar Beam的话 那80能量被挡一下实在是太伤了 好 这里我放出一场 我的对手的阵容里正好有 这个Cherry的Hard Counter 就是阿罗拉的Marie Rock 但是我们的Cherry对它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 所以我这里拍出了两个能够对付Marie Rock 一个是我的这个娃娃鱼 还有一个是我的阿罗拉的Mark 好 看我们手法是crack碰上它的耳朵 这个的话 应该在 我只要能挡住它的这个Harder Pump 应该是可以赢的 我这里就看它是骗盾的 还是不骗盾的 因为Ice Beam或者PlayRaw造成的伤害也挺高 所以感觉对方骗盾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反正没打 然后我的Earthquake打过去看他挡没 他过来也没挡 因为Azumaru是比较刚的 那这里的话 我当时在考虑要不要换 是换我的草去吸收它的Harder Pump 结果晚了一下 这时候我感觉它是不是Ice Beam呢 结果我还是胖虎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可能是有点打不赢了 好 我这里stone edge 还是可以朝它打过去的 至少可以逼它一个盾出来 我这点血 我肯定是不会再挡了 肯定是直接被它小招给干掉了 然后这样的话 我虽然失去了换人的优势 但是再多一个盾 但是现在麻烦是咱虽然多一个盾 但是它能量也是不少的 感觉是非常亏的 所以说我应该是挡一下它的Harder Pump 好 然后这里看看能不能用小招干掉它 可惜这个Bullet Seeds打的伤害是比较小的 是吧 但是我也可以它的血不多 我也可以斩一定的能量 然后用我的这个Wireboard 这个Wireboard火系的Wireboard 也是可以烧死它的 好 这里斩的能量应该是比较多了 然后再一个Wireboard下去 能够降到给烧死就可以了 它的能量应该是也不少 应该也不少 很有可能它第二个SB也好 因为它果然第二个SB也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挡还是不挡呢 我那个SB是可以打破60%的血的 我决定还是挡了一下 实际上有点后悔 还是不挡 就好了 不挡我也可以用小刀将它给打死 因为对方有HARD COUNTER 所以说我现在斩的能量是有点浪费的 我只能用SOLAR BIN打它 可以打它多一点 如果我不挡的话 我这个血量估计刚刚放一个SOLAR BIN就死了 这样的话只靠我的一个MARK加一点血 是可以跟它后面打的 是吧 最后是一个WARNOSA 我可惜真是不应该挡 真是不应该挡 真是不应该挡 什么SB的 就让它打掉我60%的血就可以了 因为我后面Cherry现在的意义也不大了 而这个盾对我MARK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Francy Plants 两个是可以把我打死的 而且MARK的小招是不足以 在第二个Francy Plants之前将它给吃掉的 我们看 1 2 我应该可以打三下之后 再放多恰恰一下 不过这也是没有太多的意义 因为它那个 刚才卡了一下 现在回来 因为它MARK的能量已经够了 有一个Bone Club就可以把我干死了 看见没有 其实我多恰击一下两下都不改变 这个结果了 是吧 然后 就看我后面的我们的小草 60%的体力 攒着能不能干死它了 结果收了瓶搞不回来 咱只能放这个VB了 因为它的这个VB应该是好了的 所以我不能再蹲下去了 赶紧放一个VB看能不能打死 结果能是差一点没打死 对方的VB却也好了 我当时特别希望它是Bone Club Bone Club可能是打不死我的 但是VB就没办法 叽叽了 结果我是以1比2输给它了 第三把也是这样非常悬的 这把我的圣级就是如果我没有用盾 让I-Spin打了我60%能量 这样我多一个盾的情况下 我这里就可以在对这个Vanosa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盾挡住它的第二个Frenzy Plant 然后用小罩将它干掉 咱们下一个Dark Pulse 虽然它的阿努拉的Mark能量好了 但是Mark的攻击力是低于 不 Mari Rock的攻击力是低于阿努拉的Mark的 所以都有能量的时候 我的Dark Pulse是可以放在它的Bone Club之前的 这就是我胜利的机会 是吧 因为毕竟我对Cherry不是特别熟悉 然后对方在有Mari Rock的情况下 我还要强行戴Cherry 因为我的Cherry对付它的 阿努Mario和Vanosa都是不错的 是吧 这可惜咱们输了一开始的Switch Advantage 这也说明对方有Hot Conquer的时候 要争取 即使多用一个盾 也要争取把Switch Advantage给引下来 当然我多用一个盾 Cherry就打平可能打平Vanosa 它的Slide Bomb还是比较可怕的 所以说也都不好说 总之我对Cherry并不是很看好 然后用它都用的比较的痛苦 是吧 反而这个Bronze是给我带来了惊喜 有可能我这个明天那个Tourman 我应该会选择Bronze试一下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